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地形板块的图案有修道院 城堡 道路 与绿色的草地 以四人游戏为例 其实板块放在中央 其他板块面朝下放在各个玩家可以拿取的地方 每人拿其中一种颜色的随重共八只 并将其中一只放在计分板的起点 其他七只放在自己面前供游戏中使用 玩家顺时钟轮流进行回合 在该玩家的回合中依序进行下列三个动作 1.抽一张地形板块并且合法拼放到地图上 2.玩家决定是否派遣随重到刚刚拼放的板块上 3.如果拼放的板块有完成的修道院 道路或城堡 收回随重并且计分 3.当这些板块全部用完 游戏结束进入最后计分 最高分的玩家获得胜利 3.道路接道路 草地接草地 城堡接城堡 如果没有 则不能平放 4.如果某一块连接的道路 城堡或是草地已经有人占领 则不能再派遣随重上去 随重会依据派遣的位置 而有不同的身份 霸占道路的是强盗 守在城堡里的是骑士 住在修道院的是僧侣 躺在草地上的是农夫 完成有头有尾的道路 收回强盗并且跑计分板的分数 该道路经过的每一片板块得1分 举例来说 这条完成的道路因为经过了5片板块 所以得5分 围起来整个城堡时 收回骑士 并且跑计分板的分数 该城堡经过的板块 一片板块得2分 如果有盾牌 每个盾牌再加2分 举例来说 这一个城堡因为经过了6个板块 所以得12分 再加上有一个盾牌 所以加2分 总共14分 完成4周都被围绕的修道院 收回僧侣 并且跑计分板的分数 农夫的计分方式与其他角色较不一样 必须到游戏结束才能计分 依据该农夫占领的草地中 相邻的完整的城堡数量来计分 每一个城堡得3分 举例来说 黄色的农夫所占领的草地 并没有相邻的完整的城堡 所以没有得分 红色与蓝色的农夫则因为有相邻的完整的城堡 而可以各得3分 如果再加上这一块板块 则黄色红色蓝色在同一块草地上 都各有一个农夫 所以他们共用这块草地 每一个人各得3分 游戏结束时未完成的计分方式 强盗所占领的道路 每一片板块1分 骑士所占领的城堡 每一片板块1分 每一个盾牌再1分 僧侣所在的修道院板块 加上周围板块各1分 举例来说 红色的强盗因为所占领的道路 经过三片板块 所以可以得到3分 蓝色的骑士因为所占领的城堡 经过两片板块 而且其中一片板块上面有盾牌 所以可以得到3分 黄色的僧侣因为所占领的修道院板块 加上周围的板块共有5块 所以可以得到5分 左边的城堡由两个绿色的骑士 以及一个红色的骑士所占领 因为绿色的骑士多于红色的骑士 所以由绿色独得8分 下集再见 下集您しょう 下集我们下集 T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